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講兩個人 一定叫Madison 一定叫毛 毛就毛澤東 各位Madison是美國創國很多憲法裡面其中一個人 他不是很有名 可是我們讀政治學都會讀他 Madison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他在問人說 統治跟被統治 統治 我們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實況 統治跟被統治之間 統治的是天使 還是被統治的是天使 還是兩個都是怎樣 一般人 統治的人跟被統治的人 各位為什麼這個概念很重要 很多時候我們在看 你只要看你們報中國史報社論 都在談一個就夠 就是說 從政者應該要怎樣 清廉啊什麼 他在講這些概念的時候 都是要跟你講說 統治的人應該是天使 然後被統治的人是怎麼 也要當天使 被統治的人要自律啦 對不對 被統治的人要關心政治啦 被統治的人要怎樣 其實他基本上就在假設 Madison認為 他對美國憲法最重要的影響是說 統治的是一般人 被統治的也是什麼 也是一般人 所以你不要去以為統治你的人是天使 當然 統治你的人會裝作天使 他後面會有兩個翅膀 上面會有一個光管 因為買這個道具不貴 可是 一旦你以為他是天使的時候 你就會 對 Madison 他在美國 他最重要的就是聯邦論 他在美國寫憲法的時候 他認為美國憲法精神要弄清楚 統治的人是一般人 甚至他另外一個叫John Evans 他說 都是兩個小偷啦 那 什麼叫自衡 就是用一個小偷來自衡另外一個小偷 因為你是小偷 所以應該很清楚另外一個小偷會怎麼偷 所以 怎麼 怎麼自衡呢 就讓他兩個小偷互相自衡 他們是這樣看待權力的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 因為他們是從英國獨立出來的 所以他那時候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建立了美國以後 會不會又產生一個國王 所以各位一直在講說 華盛說 哇 好好喔 只當了一任就 不當了 我跟你講 他那時候壓力很大 因為大家都以為他會是那個 他們準備要革命的那個 革命的對象那個國王 他們擔心 就是說 各位 美國民主最重要的 他是從英國出來 他們不希望 他們建立一個國家以後 還產生一個國王出來 華盛頓那時候是重始之第一 為什麼他是第一任總統 美國憲法裡面沒有講總統的任情 他是一百多年以後才能 也沒有講總統是不是可以連任 都沒有這個規定 那Matterson那時候 美國人 他們一開始創建美國人擔心的是什麼 擔心的是 我們會不會產生新的王權 所以他一直在教育他的老百姓說 統治我們的人是一般人 甚至是比我們更壞人 那我們被統治的也是一般人 像日本不是政災嗎 大家一直在講日本多 了不起啊 被統治的是天使啊 乖乖的遵守秩序 相信政府 結果統治他們是比一般人還爛人 所以日本人就很慘 我們常被人家教導說 統治我們的人是天使 各位不是 毛澤東就是這樣認為 毛澤東各位 若是中南海門口那幾個字 四個字 叫 叫不是五個字 叫什麼 為人民服務啊 人民不是天使 所以人民需要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會為人民服務 我們當然一定是天使嘛 否則我們不只能為人民服務咧 對不對 那一旦我們是為人民服務 是天使 那我們怎麼可能做錯呢 對不對 我們不可能做錯 那我們為什麼要被換掉呢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一定要聽我的話啊 共產黨基本思維是這樣 我們是天使 你們能變成共產黨員 變成統治者的人 那你們一般老百姓是一般的人 天使如果統治一般的人 那是一般人就很慘 所以才會為人民服務 可是各位 我們的政治精英齁 一直有很強動氣想要跟你講他是天使 他是天使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般人有個弱點 以為統治我的人 如果是天使的話 我的生活會比較好 可是美國很早他們就學到一個教訓 統治我們的是一般人 我們也是一般人 那民主政治建基在一般人統治一般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怎麼解決問題 所以才會制衡啊 才會有選舉啊 如果是天使統治一般人 各位那是幹嘛制衡 天使怎麼會有問題呢 對不對 天使呢 跟天使今天何必制衡呢 他們都是同一群啊 對不對 那對我們老百姓 我們只要選對天使就好 Madison很早就講說 沒有 民主最重要的精神 是一般人統治 我們就是在這個思維之下去 設計制度說 那一般人怎麼統治一般人 各位 我們被訓練成 統治者是天使 從小到大 講功啊 對不對 對不對 講經國啊 這都天使啊 對不對 那等我們有反對黨靈就說 我們也希望這個天使啊 對不對 等他我們知道他 這個有拿錢的時候 身心受創 我好多朋友都這樣 都覺得遠離政治 我覺得這是一群笨蛋 他怎麼會假設天使呢 所以 我覺得我們最重要 所以 各位這又跟大話新聞不一樣 因為我在大話不能講這個 不能說 抱小孩 這是作秀 對不對 好 可是 各位 你們是對政治非常關心 而且我相信你們對別人受影響力很大 我們要建立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我們是 一般人統治一般人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去想民主政治應該是要怎樣 各位一定要這樣想 否則你就會不斷的失望 就會覺得政治是沒有用的 政治人物不能信任 各位 那這樣你就中計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政治是越來越常態化 越來越 因為 我常講齁 台灣所有產業部門齁 只有政治這個部門 是不斷的在做什麼 不斷的在做當賽 把審議會廢掉 把國民大會廢掉 還把一華大約減一半 我說這些政治人物真是天使啊 都把自己的工作裁掉 怎麼會發生這樣子 這是長期的趨勢 各位這樣十年的 十五年的過程 各位裁掉多少政治職位 還把縣市合併 對不對 然後把你的鄉政黨員 都變成區長 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人物有這麼強 這是不斷藍綠喔 集體的動機把他的職位裁掉 這為什麼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也覺得很有趣 再來 我們常 因為大家要來談選舉 可是我其實想講 選舉其實影響力沒那麼大 你當然會說不對啊 這個1月14號就決戰啊 我同意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是只有那一天 才在影響這個政治 我們做個選民的概念 以為只有選舉日 我們才是選民 可是我們在非選舉的時候 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公民 其實公民這個概念 其實常常很多人會認為說 那什麼叫公民 我能影響嗎 其實各位 你在付貨格在網頁上 甚至你在禮拜六的下午 來參加這個活動 各位 這不是股市什麼做坦 也就是該跟你講房地產投資 好 對不對 你在這過程裡面 不會拿到什麼實質的好處 對不對 那你有什麼會來的 因為你關心公眾的事情嘛 你關心台灣會來前途 所以你不是一個單純的選民 你是一個國民 我常常講說 其實這個部分很重要 在美國它這個文化 它這個強調社會的參與 其實是非常非常強的 台灣社會其實這個是很危險 其實友人是非常積極的 你如果是農會 你如果是什麼婦女會 其實他們是非常積極在做這件事 可是台灣很多人其實是跟這個很疏離 所以我會覺得說 除了在談選民之外 你有個公民的概念 各位 選民只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或馬英九怎樣 當總 選民沒辦法決定 Eckbar要不要簽 因為 你投他的時候沒有寫這件事情 你不能在旁邊寫說 我支持馬英九 可是不能簽Eckbar 你哪知道 而且你這樣寫可能變廢票 對不對 你不能寫蔡英文 可是我希望他要反折 也不能寫啊 你不能在上面表達你的意見 你只能選什麼 蔡英文跟馬英九 那這兩個選項怎麼產生的 這個過程也很難 也不一定很好看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除了任何選民的時候 你的選擇非常少 可是當你是聰明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選舉當天在發言 而且你不是指對你要支持誰在發言 你對很多公共政策會在發言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概念說 參與喔 這真的只有投票嗎 只有投票才算參與嗎 所以我一直要強化說 各位像這樣的小型活動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參與很重要的部分 最後一點我要談的是說 那民主可不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各位可能在看大話的時候 我常會看到 鄭鴻瑩喜歡把收視率拿出來 那我常常想說 他是不是要提醒那個老闆要加薪 那顯然都沒有效果 那我覺得喔 他為什麼要把收視率拿出來 他意思是說 有很多人重視這個意義 因為我們很清楚知道 如果用多數覺的話 這個社會 在今天這個時間點 搞不好藍色是多於綠色 如果我們用多數覺 用民主來做決定 很多聲音是不會出來 所以我真的 坐在大話上 我是很感激說 臺灣還有一個自由市場 的經濟市他們 只要有人願意聽你的聲音 你就可以失去 這個綠豆這個工作室 陳世夢老師這個聯繫 就說 民主會有個問題 因為他是多數覺 各位2008年 給我們的教訓就說 當馬英九行的時候 他是國會營 立法院營 總統營 考試院是他的 監察院是他的 司法院是他的 各位五都還有三都 大部分縣是他手上 如果所有事情都是用多數覺的話 那我們這些聲音是不存在的 那其實民主體制另外一個 重要的條件是 你有個自由市場 只要你的聲音 能在市場裡面有空間 能存活的下去 這個聲音就才可以持續 所以他每次拿這個收據出來 只是要證明說 我們還有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的聲音還有空間 可能在某些時候 這個聲音會變成多數 所以我才想講 民主必須有一個市場在那裡 其實台灣民主動力的都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 我這邊跟各位談的概念是說 各位在談民主的時候 可能剛剛讓各位失望 我今天不在那裡想說 什麼讓蔡英文 我相信他有一套 他給我聰明 他有資源比較多 我相信他們有一套想要怎麼比 那他們比較是窮敵的看法就是說 你們就相信我 你們往前衝 我也相信這樣會贏 可是我認為這樣不夠 等蔡英文贏了 或是民主黨贏 然後之後又國民黨贏 或是國民黨消失不見 變成另外一黨 民主政治變成常態以後 我們要問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台灣這個民主政治 是不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問題 我今天在談的就是這一個 來 接下來 好 那這個可能各位比較熟悉 台灣民主的動力從來 他覺得要比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不過我談的觀點比較不一樣 我從人的觀點來看 這是我們來給我觀點 他認為喔 台灣跟中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或其他民主 就是你反對運動 你必須有一群特別的 你必須有特別的 所以各位 你希望不要覺得呂秀琳很奇怪 因為他如果不奇怪 他只會參加什麼 反對運動 他就會變成一個像是大律師 大律師事務所的老闆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吳祖珍很奇怪 他如果不是那樣的人 他就會叫他先生去從事反對運動 而且他幻想他會當總統 還是真的當總統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會從事反對運動的人 一定是一群特別的人 就跟各位 我也覺得你會跟一般 你們是跟一般人不一樣的人 所以禮拜六我下午會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剛才講一堆這個 各位 我是希望能讓你們不要睡著 這真的有點困難 這群特別的人在挑戰國民黨 所以各位 中國民主 我一直跟王丹講 中國民主為什麼沒辦法起來 原因就是 王丹這群太少了 你如果一萬個 我跟你講已經不得了 可是你就是這幾個 然後他們多可憐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在耶魯廳演講 王丹來演講 哇 下面做一台中國選人 準備要修理他 說你是中國人 怎麼可以講中國的壞話 所以蔡英文被比手指 我都覺得 那真的是小事 所以我意思是說 反對運動最重要是 你有一群人 各位 這群人不是天使 這群人是一群 意志力特別強 他可能個人動機很強 所以你看 世民德 有時候各位會罵世民德 可是你也不要 就是因為有重能 那時候才會跟國民黨那邊鬥 他可能很好錢 好色 好名 好什麼 可是 所以 所以我意思是說 各位也不要把他神化 他們就是一個 有這樣特別的personality 他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我們作為支持者 甚至某種程度上 作為跟隨者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我們的領導者 有什麼問題 好 所以你這時候才會知道 當他們出問題的時候 這個路要怎麼走下去 好 因為他們一定會出問題 好 他們一定會 因為他們不是天使嘛 就我跟各位講 他們是angel 好 當時很重要的是 美島事件 1979年跟1986年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美島事件的時候 蔣英國決定要鎮壓 那1986年主導民眾 蔣英國為什麼不鎮壓 因為很簡單 蔣英國做了一個計算 他覺得我的國民黨 應該可以透過選舉 怎樣 維持政權 所以我不要去鎮壓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鎮壓 台灣人越通勤這些人 台灣人越通勤這些人 我記得那時候我國中 多輕易上台 因為他搖搖搖搖搖 被抓了 我想說 哇 那個人很髒 跟我阿嬤有點像 哇 他什麼也不會講 上台就哭 然後哭以後錢又往上丟 我那時候覺得 嗯 台灣錢真的是煙角木 這可以看得出來 結果 這個 這個蔣英國也看到 他覺得我去抓人子是怎樣 讓這些太太不斷的變成立委員 可是蔣英國 國民黨這件是台灣的特性 他其實一來就在搞選舉 他是一個很強的選舉機器 所以蔣英國那時候 他兩個人選人說沒關係 那我們就用選舉來碰選舉 所以我們的民主也會慢慢被簡化成是選舉 民黨以前還有什麼 社運路線跟選運路線的鬥爭 所以蔣英國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計算 就是後會選舉會是政權 其實他講他想的是對 不過他那時候比較沒有自信 所以他那時候需要李登輝接班 那李登輝接班 國民黨就會分立 因為這裡面有所謂分補派 再分補派的問題 所以陳偉扁有機會 陳偉扁兩次台北市長跟總統 其實都是在國民黨分裂的情況之下 那都是因為蔣英國做那個決定 然後國民黨那裡 那2004年 那時候阿扁連任 我記得那時候 那次就是整個事情都結束 我那時候還想說那是不是民主化也不完成 就是說兩次政權連任 然後也沒有發生政變 台灣軍發展 像菲律賓或巴基斯坦 就介入選舉 我們也沒有太國 太黃不喜歡這個總理 就把他轉到國外去 我們沒有這個狀況 那是不是都結束了嗎 這樣子 2008年突然出現了一黨獨大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一黨獨大是選舉決定的 是人民決定的 是人民決定的 而且決定是贏面 因為我們現在都變成單一選區 所以立委贏 而且各位 這次一月十曙 又是兩次選舉合併 那代表怎樣 當天晚上就決定說 未來四年 這個國家是在哪一半的人手上 哇這很刺激喔各位 這很刺激 一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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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預測是 誰贏總統誰國會就過半 因為這個票是一字 那這個也代表台灣民主體制可怕的一部分 就是說 這個多數少數是怎樣 一次決定 你沒有所謂制衡 不像美國 總統贏了 然後其中選舉又給你一個教訓 然後又分裂政府 國會是共和黨的 總統是民主黨 總統是共和黨 或許 二十四季後半期 都是總統是共和黨 國會是民主黨 分裂政府 民主權力制衡 我們不是 我們喜歡集中 內部民主 那外部威脅跟擁有 就不用再講了 這個 明後天各位在路上都會看到 因為太有自由行 這個都會看到 這個不斷的提示台灣民眾說 跟中國合作的好處 他會派一個素質對法 什麼上海跟北京的外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台灣民主 好像不是2004年就結束了 所以我也覺得很累 我常常想說這個結束 應該可以做別的事情 結果發現 2008年這個 作為選者是不錯啦 很刺激 因為可以移救主題很多 可是做一個老百姓就覺得很累 你會想說 我為什麼不是一個像英國啦 像其他國家 我們也表現不錯啊 我們也不像希臘 一大堆危機 對不對 而不需要跟人家借錢 那為什麼不能好好的當 一個自由人呢 對不對 各位很抱歉 做一個台灣的秘密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就是在這裡面 那 這裡面有幾個問題 一檔獨大 層級優越 環境威權 那這個 最近在慶祝這個什麼 建國 對不起 建國100 精采100的時候 就很明顯 精采100 各位 沒有感覺嗎 2008年之後 好多書在講什麼 抗戰是怎麼打的啊 黃瓜光烈士是哪些人啊 死了幾個 李敖牌要變作不是72個 是73個人 可是我們國中不是都要背72個嗎 對不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都慢慢回來 為什麼 他希望你再變成中國人 他要逆轉這個認同 要讓你重新回來認識 雖然我覺得這個努力很好笑 那 那第三個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會越來越變成是一個有民主的地區 就是說 各位 我們會越來越變成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這個地區有民主 可是你很難宣稱你是個主權 那 台灣民眾搞不好想說也妥協說 覺得這樣 這樣也不錯啊 對不對 有民主 又可以賺錢 然後我們不一定要有主權 反正北京也管不到我們 對不對 我們也不時可以讓蔡英文身世好一點 讓北京很緊張 這樣不是不錯嗎 慢慢有的人會接受這個狀況 就是做一個民主的 民主的 對不起不是國家 民主的社會 可是你在 你不一定是一個主 就是說這個情況 搞不好會變成 很多人說香港話 我覺得他跟香港話還不太像 他會讓很多人擔憂 以後國會沒有選擇過 回到前夜 我們應該會幫你 你們可以讓人看 一會兒 還會被人擔憂 一會兒 一會兒